今天我买了一个印度菜 这一盒十块钱 然后我再给你介绍这个十块钱的奥妙 姜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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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印度人煮的印度菜 那个人我相信一定是印度人 要么就是印度原生的印度人 要么就是马来西亚印度人 反正从他的肤色和口音来看 是挺正常的 这个味道跟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 然后它是一药一肉 一荤一素 是十块钱 然后底下很特别的它是黄色的米饭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把米饭搞成黄色的 我原本以为是印度人 刚才我还不小心提到了这个Beef 然后他还说了个sorry 结果他旁边摆一个Beef的一个料理 所以说印度人不吃牛肉啊 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试一下这边这个肉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一般吃到的羊肉呢都是Lam 就是这个绵羊肉 然后它这个呢是很神奇的 它这个叫Goutan就是山羊肉 之前有视频是喝过山羊奶的 那么这次来试一下这个山羊肉 这个肉感 肉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肉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们试一下这个 哦 哦 哦 天呐 天呐 它好辣啊 哦 分开来说 它的这个肉啊 非常的嫩 非常的好吃 但是缺点也非常的明显的 太辣了 因为我还特意问了 他告诉我这个是medium 是不辣的 那个辣的那个 我没选 但是没想到这个印度的中辣呀 跟我们那个 在华人世界里这可能就是大辣了 非常的辣 厚劲非常的鼓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菜 应该就是 这个花菜啊 北方的菜花啊 广东叫花菜啊 台湾叫花叶菜 这个这个东西 试一下这个花叶菜 这个花叶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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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下里面这个土豆 嗯 嗯 很软了 那么最后就是很神奇的这 黄色的饭啊 我不知道它这黄色的饭是怎么好的啊 是放了姜还是什么 是加味道 粒粒分明了 不知道它这个怎么把饭炒成黄的啊 是放了什么特殊的油吗 总之可以说明的话 这个饭应该是非常正宗的 这个 这种 感觉印度 就是很 东南亚很常见的这种长日的米 把它一个真的非常长啊 一个有这么长 但是味道呢 我印象里这种米在国内通常是给它 炸了之后做成零食卖啊 做成饭 我还第一次吃到 嗯 没有想象中的 大米那种好吃 吃进去的话 有吃面的感觉 觉得它非常脆 吃着不像米香面 那么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瑞织小班 用我活动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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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